严富总统今天轻车简从,上午11点钟立临郊大,首先在郊大图书馆以在台能源危机为题发表演讲,然后他参观了交通大学的各项教学设备和建设。 中午,严富总统曾经在郊大和新竹县各界首长共进午餐,下午两点钟开始,又继续参观清华大学的各项教学设施。 严富总统今天重新引用,总统所造是我们的要张敬自强,处变不惊,圣谋能贯,来勉励大家共同努力,必定能够找出新的能源。 严富总统今天下午五点半钟,并且前往新竹县政府和县议会,他在致辞的时候,勉励新竹县的党政各界首长以及和单位主管,要做好地方的行政工作。 严特广大学与民共同性人家共同性交通坚定交通坚定交通官呈 y红元学兰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